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刚刚所收听的这首歌曲是光良所演唱的最近的永远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听众朋友要追上直播 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男头生菜女王林彦霆 来推荐大家的她的新书 可是在推荐新书之前呢 听众朋友刚刚应该有偷听到说 怎么开直播的时候有什么 这个要脱那个不要脱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在脱什么 不是脱衣服啦 可是呢在脱什么之前呢 要跟大家再一次announce 超级美食家六周年庆祝活动已经开始了 超级美食家开播六周年 整个五月都是超级美食家的庆祝日 而且呢我们今年 我们今年开播六周年庆的活动 不要你上网做什么东西 只要你寄明信片来 明信片后面要写为什么喜欢超级美食家的原因 明信片直接寄到台北市松江路375号10楼 中广超级美食家收就好了哈 听众朋友 今天几号 今天已经是五月过了一半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听众朋友动作要快一点哦 因为呢即使我们整个五月都是超级美食家的庆祝日 都等着你寄明信片来 到了31号 油车超过31号我们就会挑出来丢掉哈 这是我们家气质立文的工作态度 这个是唯一非常严谨的 一定要告诉大家游戏规则 好了告诉大家超级美食家六周年庆祝的庆祝活动 我们准备要抽出来送给大家的是 郊西寒木酒店的自助餐券 香格里拉台北远东饭店咖啡的自助餐券 还有采蒙大鱼岭的高冷茶叶 点水楼的餐券 还有经典胡州众 奇怪了 我今天怎么一变天 我的喉咙就开始沙沙 等一下让我先咳一下好吗 哇今天真是大风大雨 对呀 然后还有汗来美食的餐券 香帅蛋糕的经典玉泥卷 奇美食品的 SSIBON幸福送年轮蛋糕 还有SOGO新贵的独家 独家礼物 现在还不知道看不见 还有旧正男的汉饼礼盒 阿霞饭店的野生物鱼籽礼盒 米加勒维也纳 阿尔卑斯山有机果汁 老邪针的人参金 还有熬鸡金 日方针钻的干贝粥 和翠鱼金 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以及蜜蜂工坊 台湾天然蜂蜜 其实这个礼物还没有截止 这礼物还有继续进来 继续进来会继续跟大家回报 好了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 赶快把镜头移到我们的贵宾这边 居然有人在留言里面写 我爱点水楼 我爱点水楼 你明信片有寄吗 有没有寄出来 来我们邀请到的是生菜女王林彦霆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彦霆先跟大家问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彦霆今天风大雨大的你来的时候有受阻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受阻 因为我来了就要放晴了 你来了就放晴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说天啊 这么大风大雨的 你会不会被delay到 结果没有耶 没有是前天的风雨比较大 所以等于是南头不一样 应该是这波的梅雨是从北往南下 昨天我们有比较放晴一点点 所以你没有影响到 有啦 我本来早期的时候很坚定的 你不知道 我田里面也是 也是淹大水 真的吗 那个罗勒几乎快要灭顶了 所以说现在没有罗勒不要怪我 现在没有罗勒不要怪他啦 等一下所以彦霆你种的这些 你依所种的这些 不管是花还是这些草这些植物 你不是在温室里喔 是在温室里没错啊 还是会淹水喔 温室外面会下雨啊 那个水会灌进去啊 因为整个 所以不是只有温室是保证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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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保证的 除非说它是那个地比较高 地是比较高 然后旁边全部都是有用那个排水系统 那现在是整个排水的那个沟渠 它的水已经都上涨都满起来了 所以说那水没办法排出去 那就一定是在留在我们的那个田间 所以你也有灾情对不对 有啊有啊有灾情 所以说没有罗勒不要怪我 没有罗勒不要怪他 没有罗勒不要怪他 可是我们超级美食家很lucky喔 因为其实燕亭呢今天早上起来 听说你做了很多东西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今天要一一跟大家分享 因为呢燕亭呢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应该是日日幸福的第二本了吧 对不对 就是日日幸福 总共出了第三本 日日幸福这已经是第三本了喔 嗯对不对 对 三本书其中有一本呢就是生菜女王 对不对 对 另外一本是五星级常备菜 对不对 可是这本很妙 这本呢他其实讲的就是花料理 哎我们进广告了我还一直在讲话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本生菜女王的花料理喔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有人讲说菜马上就要涨价了 你看他这本书写的多扎实啊 请大家看一下 我要翻给大家看 有没有前面其实都在讲的是花卉 后面讲的是料理 等一下就会介绍料理给大家看 有人讲说菜价就要涨了 你讲的一点也没有错 等一下我要让燕婷把那个派拿近一点 我要给大家看他今天带来什么 他除了带来食材 食材喔 有没有看到食材 还带了你整个派来 耶耶 有没有看到 好好看喔 这不是只有看喔 等一下会教大家做喔 教大家怎么样运用 把这些东西运用在生活里面 然后他又带来了一个 这个你 这个是进化耶 我记得上次来 上次来是 上次来是 都是一个jelly的状态 对不对 对 现在这个下面有料了 像一个cheesecake 对不对 对 下面是cheesecake的一个蛋糕体 好 你先放下来 好 因为等一下时间开始 我们才要讲给大家听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 很少看到那么漂亮的料理书 的确是没错 这个其实也是台湾很厉害的地方 你看他种了那么多 那么多花卉 种了那么多香草 有人讲说他带了好多道具来 你现在知道吗 一咖啡手 一咖啡手 然后还背了一个很重的袋子 那个袋子刚来的时候 我还摇他的袋子 他吓坏了 他怕我把里面的东西都摇坏 哈哈 对对对对 对啊 我已经把它保护得那么好 对不对 对啊 我那样一来就给他猛摇 哈哈哈哈 对啊 有人说好美舍不得吃 好了再让你们看一眼 再看一下 因为本来想要介绍的时候再给你们看 有没有 漂亮不漂亮 对啊 等一下会教大家 怎么做怎么吃 然后教大家这本书 等一下燕婷会告诉大家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听众朋友说带着派盘上节目也太辛苦了 他人就是这样啊 你记不记得他上次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他也是带来一大堆鲜花 带来了好多花 带来了一些草都在做功课 你看大家都讲辛苦了 风雨天 谢谢 现在外面像黄昏了 你看 是阴天 大家看一下外面 你看这个天气是这样子的 听众朋友没事就不要出门哈 没事待在办公室里 待在家里哈 对啊 看我们的节目 对看我们的节目 看我们的直播 听我们的广播 放轻松 对 放轻松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诶我的老师来了 诶这没有肉对不对 老师这可以吃 是不是 这个有点点培根 好那老师你不能吃 他吃素 你所说听的是中管 我希望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大风大雨的 不阻碍我们的贵宾从南投搬东西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有请生菜女王林彦婷 来推荐她在日日幸福 所出的这一本新书 生菜女王的花料理 来聊一下 为什么要出花料理的书呢 好美哦 这本书 这本书啊 很美 嗯 我们以前啊 都是把这个花 当做是一种 心急上的一个食材 心急以上哦 五心急哦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 好像是只有到心急饭店啊 或者餐厅才有办法 看得到 吃得到 嗯 可是呢又觉得很可惜 嗯 我想她 我想要把她平民化 哦 她也可以当做小姑娘嘛 不一定要当公主啊 也可以啊 对不对 我也可以是公主啊 可是公主也可以很平民啊 是啊 对不对 对 所以等于是出了这本书 教大家怎么样辨识认识 还有教大家怎么吃 我看里面有几个章节 我们先来分享几个章节好不好 好 这个书的规划 来 燕婷你说 嗯 章节呢 就是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认识花 你要吃花一定要去认识 嗯 认识什么 什么花是可以吃的 嗯 什么花呢 不能吃 嗯 什么花是有毒的 对 最主要是因为它有毒 有人有那么傻吗 看到花都塞进嘴里吗 嘿 还是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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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因为它都是长在人行道啦 或是花坛下 他就都要摘下来吃 所以他就摘下来吃 然后呢 就如法炮制 嗯 如法炮制 诶 那个花好不好吃 就把他顺手踩下来了 不好意思啊 不认识的时候就不要乱踩 然后吸吸它的花蜜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以前小时候 吸的那个花蜜是什么花 那个仙丹啊 哦 红仙丹 那个可以吸对不对 那个可以啊 那个就是像说我们繁星花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嘛 也有同样的这样子的效用 嗯哼 那所以说呢 前面呢 我们都是在谈认识这个花 对 好认识花 不管是我们种的也好 嗯 还是你周边我们台湾人 路边你看得到的啦 对 我们路边啦 或是说我们原本台湾人 就有在吃的这些蔬菜的花 嗯 好 那我们先生认识一下 分辨 长长知识 对 长长知识 嗯 那我们再进入我们的一个料理里面去 嗯哼 那这个章节呢 就是我们有分钟系料理啦 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烘焙啊 嗯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调味料里面 嗯 甚至呢 他可以做到果酱 嗯哼 抹酱 果酱 抹酱 之后再跟大家介绍果酱 抹酱 还有 呃香味茶之类 呃香味糖 香味盐之类的 对 我们今天呢 先给大家知道这些怎么样变成好吃的料理 的确听众朋友都讲说 天哪这么大风大雨的你还背了那么多东西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有没有看到现场有一个很大的派 嗯 这是一个什么派好漂亮哦 而且还带了食材来 这个派最主要的食材就是罗马花椰对不对 对罗马花椰 我们来介绍这个罗马花椰 燕婷你拿起来给大家看 有人说他又叫钻石花椰 我给大家近拍哈 今天我们超级美食家有开直播 你近拍就会发现这个罗马花椰上面的这个好像高地的建筑哦 有没有像不像高地的建筑 它都是那种对称式在涨 对不对 对 这个罗马花椰在台湾也流行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哦 嗯 这是花椰吗 对 这是我们吃的那种青花菜白花菜同一个家族吗 它是同一个家族只是它的品种不一样哦 嗯哼 那它好美哦 那它源自于罗马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为罗马花椰菜 当然就有人说啦 我就很像钻石 因为它都缠缠嘛你看 缠缠嘛 嗯 吃了会钻 那也很好啊 真的还叫啊 或是 宝塔花椰菜 我觉得这个这个讲法都OK啦 都OK啦 然后你拿高一点 拿高一点 不是宝塔要这样子看 这样子看 对 有没有 有没有像一个宝塔的样子 宝塔花椰 有人说这是娃娃菜 不是 不是 很像 可是不是娃娃菜哦 不是娃娃菜 你这样拍好美哦 不是 什么我这样拍好美 我是要给大家看 你看 就比如说我正面看哦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它会叫钻石的原因 对不对 对 你看它的菱角 居然花椰菜有菱有菱有角哦 它看起来 有什么没办 它看起来就觉得说 这这怎么能吃啊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这好像是一个展示品 对 它有点观赏用的功能在 对 好像假南瓜 有些南瓜好像只能够看 对不对 它长得太奇特了 这是我当初选它的原因 有人说很像辛普森家族的头 你还真的有像哦 我觉得大家 这样看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把头弄那么低 因为是辛普森家族 你不是辛普森 对 再看一下我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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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你看好漂亮 可是这钻石花椰味道跟我们所吃的花椰菜不一样嘛 不一样 它的香气会很足 香气很浓 就是花椰菜的香 质地会比较硬吗 它是摸起来很硬 它摸起来真的很硬 真的摸起来 可是它煮起来之后啊 它可以水煮四分钟 它就很好吃 很Q弹 很Q弹 然后比如讲说 不是暖暖 不是哦 白花椰菜吃起来糊糊 对 它不会 就是会就给你摸嘴 有人问说会比较营养吗 营养价值上的话都一样 我只能这么说都一样 不是花椰菜 都是花椰菜 只是说它有多颜色 所以都是十字科对不对 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 都是十字花科 想到十字科 我还以为红十字会来了 所以要讲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 好啦我们要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完了之后 再来聊这个派 休息一下再回来 讲太快了 这都是十字科 十字科 人家还以为它生病了 好笑 它还比较硬 对 没有哦 真的很硬 而且大家有没有看 有没有这么美 我现在是只是因为 膝带上面哦 可是这个很贵 对不对 不会啦 我记得刚进口 就等于刚有的时候 非常贵 对对不对 你觉得是什么样一个数字 才会觉得说它非常贵 如果你要跟白花椰菜比起来 哦当然 你等我一下 好 背景音小一点 谢谢 对 是不是 对啊 你如果说 很香耶 如果是要用 好香哦 你现在是闻到这个 还是闻这个 没有这个 哈哈哈哈 是这个 我有点混乱了 我现在就闻到这个味道 没有刚刚这个花拿在你手上 我没有感觉 现在这个拿在我手上 我有感觉 哦 大家看啦 它真的是花椰菜 因为其实表面看不出来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旁边 一朵一朵一小朵 一朵一朵的啦 对不对 蓝小明说没有很贵 你看到没有 这样就很清楚啦 你看这样子 而且你说它烫十分钟 就很好吃 四是四分钟 四分钟 哦不是十分钟 不不不 烫四分钟就很好吃了 对 什么香味哦 你们在烤我 哈哈 就是花椰菜的香味啦 就是很浓的味道 也不能讲很浓啦 因为白花椰没有味道啦 对不对 白花椰菜要晒过才有味道 煮过啦 就是煮的当下 它的那个热气出现啊 就会有那个花椰菜 特殊的味道 对啊 而且你看 我要给大家看 我好喜欢这个钻石花椰 就是我喜欢这样看 雁廷一定快受不了 就要看屁股 我给大家看这个尖端 我都 我已经看久了 你看这个尖端 像不像高地的建筑 你知道我第一次喜欢 你知道我第一次 就是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哇 这个植物 怎么会长成高地的建筑 还是说高地看到了 钻石花椰 才去盖 才去盖那个教堂 有没有 有没有好漂亮 有没有看过 对啊 真漂亮 然后还有 有人在问说 只要烫就好了吗 不需要调味 或是不煮吗 水里面放盐 然后起锅的时候呢 就再加一点点油 让它油亮油亮的 这样子就好吃了 对啊 这样子就够了啦 就不用太多 多余了 对不对 盐要稍微放多一点 因为水里面 对水里面 也要稍微放多 因为它的 它的组织要比较大块 你也不要切得太小块 因为小块就没有口感 把它贴碎 还有就是很多人会用这种罗马 就是这种 罗马花椰 就是钻石花椰 做 做来做焗烤 因为焗烤之后 它的味道好香哦 尤其是烤椒之后 大家有吃过烤椒的花椰菜吗 好好吃哦 来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洋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从南头冒着大风大雨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还背来了一大堆食物跟食材的 生菜女王林雁廷 来跟大家分享 她在日日幸福所出的新书 生菜女王的花料理 我们今天只有介绍第一个食材 大家就已经兴奋起来了 第一个食材就是钻石花椰 你也可以称为罗马花椰 也可以称为宝塔菜 我刚刚其实有在问燕婷 其实这个菜的煮法很简单 可是老实讲 我第一次吃到烤椒的菜 是外国师傅做的 就是用罗马花椰 烤得黑黑焦焦的 吃起来好甜好香哦 是这样子吗 会 所以你才做了这个派来 对不对 来把派拿起来 因为你看 她带了一个好大的派来 她说一定要现场脱模给大家看 证明是今天早上才烤的 直送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是哦 这个要怎么做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钻石花椰好多 对不对 如果有追上直播的话 满满的都是 这个派怎么做 在书里面有交哦 我们让燕婷先口述一下 可是呢 这个大概就说我们要做一个派皮 我们派皮是用甜派皮 它是甜的 甜派皮 它是甜的 但是它并不是很甜 我们糖可以任何人 就是随个人这样子加 一个甜派皮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花椰菜 花椰菜就像刚才我说的 是水煮 但是这次没有 四分钟 这次没有做四分钟 几分钟 因为大概在三分钟左右而已 因为还要烤对不对 因为还要再烤 那所以呢 我就稍微呢 就是在三分钟我就撈起来了 然后呢 放着洋葱 一点点的培根 下去爆香 所以老师你不能吃啦 我的高中老师说 看起来很好吃 里面不是粗的 有粉的 没有 你如果感谢 你是要吃丹奶酥的话 我们的培根拿掉 哦也可以 对 那就只有丹奶酥而已 好 培根就可以拿掉了 那我们这个用的是 这个干燥的金针花 等一下 所以是第二个食材是干燥的金针花 对 我都忘记金针花是花了耶 哦忘了哈 对不对 金针花也是一种食用花会 对不对 我们的蔬菜花 它也现象像是 六十蛋三不是都是把它 弄成观光用吗 奇怪 为什么你的金针花 闻起来不像金针花 它是干燥的啦 不是啦 你的金针花没有酸味 没有酸味哦 没有酸味才是正常的 对不对 对啊 才是正常的 酸味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一般都有 熏流才有酸味 对对 而且颜色会比较漂亮 对不对 那这个是没有的 好香 颜色不要去选那个太 太过靓丽的那种 奇怪 这个金针花 你只是把它晒干 闻起来有一个甜甜的味道 甜甜的味道 好奇怪哦 要泡水 好甜哦 对因为是干燥的 我会有 我这次我选用的是干燥的 那干燥的话呢 它的脂巾会比较脆 嗯 它有比较脆嘛 也比较 比较有 有那个口感 好那我要问 彦婷一个问题啦 我们既然都已经聊到 金针花了啦 有人讲说金针花 如果是绿绿的状态 有毒 不能多吃哦 是这样子的讲法 没有啊 怎么说 有 我记得 我记得有人 有人讲说 绿色的金针花里面有毒 怎么毒 我也不知道怎么毒 会让人家上瘾的毒吗 是哦 如果是这样就要多吃一点啊 多吃一点 它已经是归类是在食用 而且是我们的蔬菜之一了 所以就不要再去考虑 所以不要那么紧张 不用那么紧张 那刚才 我们会回到说这个派 炒一炒呢 放进去我们的派皮里面 然后呢 放上起司 起司丝 上面有起司丝 还有淋上我们的蛋汁 那蛋啊 蛋汁里面哦 可以放一些牛奶 或是放一些鲜染油 再加一些水 就让它有点比较松软的感觉 有弹性 可以看得出来啊 可是你不要切耶 因为还没有拍照耶 害我好紧张哦 对啊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其实是一个蛋派 对不对 对 我们也先拍的 基本做法是如此 那待会呢 切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剖面 待会切开 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它的剖面 而且呢 这道菜呢 在它的新书里面 有介绍哦 奇怪 一直有人说 这个派很好吃 这个派很好吃 你们有吃过 燕廷做的这个派吗 还是它是一个 非常基础的 好吃的罗马花椰的派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 罗马花椰的用量好大哦 对不对 燕廷你拿起来 然后把整个派 很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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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是广播节目 我们有开YouTube 好扎实哦 好扎实的一个 罗马花椰金针 金针 金针派 还有啦 燕廷 有人讲说这个派 其实吃下去 中午就够了 对不对 对啊 它其实有蔬菜 而且蔬菜量还蛮带的 然后还有蛋白质 是啊 因为有鸡蛋 对不对 有鸡蛋 也有起司 有乳酪 那有的人会问我 为什么说这个金针花 要跟我们罗马花椰菜一起 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啦 如果说只有单纯是花椰菜 都OK 金针花也可以自己单独 只是我让他说 他有一个一个比较多的变化 对 他的变化不一样而已啦 我觉得好好玩哦 有一个听众朋友一直说好好吃好好吃 我刚才就挑战他说你有吃过吗 他说有 他去了 而且吃过三次 是 哈哈哈哈 叫林佳莹啊 我不知道我们家 有有有有 吃的 难怪 他一直讲很好吃 我心想你有吃过吗 我怎么都 你说我这边再广告一下 来我们农场绝对可以吃得到 等一下 所以你们家农场 不是只有农场哦 你们家农场有东西可以吃哦 对我们呢有一个体验啊 就是说你是来 你可以就是这样揪团 十个人以上呢就可以跟我们预约 我们有导览 有田间的一个导览 或是厂区的导览 再来你也可以来跟我们预约说 我要做DIY 做派 做披萨 或是做我们的花筋丼 饼干 都OK 都可以 真的 可以来玩 难怪所以听众朋友是熟门熟路 他去吃过三次 所以他已经去玩三次了 这么好玩哦 你们家 等一下你们家的农场就叫做 燕亭欧亚农场哦 对 就叫做燕亭欧亚农场 在南投的哪里 埔里 埔里会很崎岖吗 会很难抵达吗 不会 我们在我们六号 六号的高速公路 第二个交流到下来 三分钟就到了 哦 好近哦 有听众朋友说 他那天去成品采买了这本书 然后现在有一个听众朋友 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让燕亭来回答 很棒 蝶豆花到底有没有毒 哈哈哈哈 我为了这个蝶豆花有没有毒的新闻 我看在网路上的这些新闻 我笑到肚子都痛了 蝶豆花到底有没有毒 来 燕亭 好我们花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不要再去怀疑啦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 就包括你问我说我们种的花 我现在退出来的这些花有没有毒 同样的意思 这些花原本都有毒 看你的食用方式 还有剂量 还有剂量 剂量 我们要讲剂量 食用量 到底有多少 对呀 我觉得大家都很担心生活的毒 你不要一股脑子吃这么多就没有毒啦 休息一下再回来啦 大家都弄清楚 就比如说花椰菜当然很好 可是让你连续 每一天都吃两大朵花椰菜 没有毒也有毒啦 对啊 我这样讲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啦 就像你今天很爱吃白米饭 一天都让你吃一大桶 每一天都一大桶 你就变胖啦 怎么会没有毒 他就有毒啦 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大家有可能对于蝶豆花的这个东西 心存怀疑 然后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卫生单位跟农镇单位 也没有具体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都没有抽检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正面回答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吃蝶豆花其实 移工吃很多 你知道他们其实东南亚用很多 你有看到他们毒死吗 没有吧 没有 有吗 没有 有看到这些大量食用的人 因为这样而死翘翘吗 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不要再你知道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一个影子 然后就很慌张 先用经验值来判断啦 然后再从身边的人来再看 因为我记得蝶豆花泰国吃很多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泰国人吃好多蝶豆花 这是我们不管是他还是谁啦 就是说每一种花啦 每一种花都有这样子有可能性 就是毒嘛 但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医药啊 药就是一定有毒嘛 对啊 就是我说的说你吃多吃少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还看到有人讲说什么蝶豆花 怀孕的人不能吃之类的 有的没有的 我觉得都还是跟燕婷所讲的剂量有关啦 对 你不可能把蝶豆花拿来当生菜沙拉来剥啊 对 你不是这样做 你只会取几朵拿来泡茶 或者是做甜点 对 这个其实在安全上 不用考虑 没有什么 对 不用考虑 都不用担心说 哇 它是有毒的东西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才在讨论 那个绿色的金针 金针花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对 你不会一口气吃三四五六七八公斤吧 你不会这样子处理嘛 不会啦 对不对 就像说啊 我为什么要弄这个花料理一样哦 它的目的 出这本书的目的是 我们要看花 让自己心情愉快 对 然后做的也很愉快 对 然后呢 吃的人呢 也很愉快 嗯 就只是这个目的而已 有人讲说豆浆喝多也有毒 没有错 没错 有的女生天天把豆浆当水喝 结果她很惨 你知道 都是一样 对 都要适可而止 而且都要多种类 少分量 对 对不对 对 不要紧张 对 不要被 不要 不要自己自己造这样子的恐慌 不过我觉得卫生单位实在很可恶 因为我觉得卫生单位的回应 我看了我就有火气 就比如说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要有检测 检测在告诉大家 有毒或没有毒 不是 他们都一个莫名其妙的 一个回答 让大家更恐慌 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很高兴大风大雨 迎接来了 迎接来了 我们的生菜女王林彦霆 对啊 她今天来跟大家推荐 她在日日幸福所出的新书 就是生菜女王的花料理 已经有听众朋友在开直播下面留言说 她前几天去成品看到这本书 已经买了哈 我要讲这本书不但实用 而且这本书呢 赏心悦目 赏心悦目 看起来你知道非常实用 而且呢不但实用 也可以让你提升自己的心情 有那种心情非常非常愉快的感觉 对 外面是在大风大雨 没关系 打开这本书 OK的 好 燕婷来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 有关于蝶豆花的解答 惨了我天气一变 怎么王瑞瑶瑶的喉咙 又开始怪怪的 来 除了这些 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花卉 还是香草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直播来问燕婷 好 紧接着呢燕婷来给我们介绍 欸不行 你一定要开对不对 可是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广告的时候要拍照了 下一阶段再来切断面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 他今天带来细心捧进来 捧进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我刚才给他摇带子 他吓坏了 就是为了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呢是我们的 洛神慕史果栋 洛神慕史果栋 我没有看到洛神 可是我看到好多好漂亮的花 这个好像是一个日本 你看我都不会想到我们的感觉 这好像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工艺品的感觉 天哪你把这个花当作标本这样子铺成 就有点像那个 我们要死圈有没有 不是有一个呢 很像钻石 对对对 一个压克力什么东西在里面 有听众朋友现在回应 台中市也是风雨交加 听众朋友待在家里就好了 待在办公室里就好了 听超级美食家不要乱跑 看直播就好了 这个怎么做 我记得你上次来也有带一个类似的 可是上次是全部透明的 Jelly果栋 对不对 对 上一次我做的是花金栋 那个名字我取这样子的 花金栋 那只是 等一下 叶婷你要接近麦克风哦 因为离开麦克风太远了 好来 就是只有一个果栋层 那它是一个果栋布丁的一个用法 那这个呢就变成是一个蛋糕 用一个蛋糕 我们这里中间呢是慕斯嘛 一个派底 然后中间是慕斯 慕斯蛋糕 上面呢就是果栋的 是起司吗 是起司口味吗 对是起司口味 起司cake 我昨天稍微跟他改了一下味道 我们书里面是用的是洛神 洛神 那这次呢是用的是芒果 芒果 所以慕斯蛋糕不一定要指定是要洛神 对 你喜欢什么口味 你就可以随便更换 不是 最重要的是上面这一层 上面这一层 比如说下面那一层是芒果 还是洛神 是柳神 我都不在乎 我们都不在乎 重点在上面这一层 上面这一层比较重要啦 上面这一层做法 比我之前做的那个果栋的做法 还要简单 以前的花是倒着放 对 现在正着摆 嗯 是不是比较加大方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果栋是不是要脱模 是要倒卡 倒卡 倒出来嘛 就像我们那个布丁 上面是焦糖 有没有 嗯 还是那样子的概念 所以呢 那个果栋呢 它的花是要倒 倒着放 倒着放 啊然后 正面 对正面 那这个呢 它是直接是正摆的 正着摆 正摆在住进去 这些Jelly对不对 对啊对啊 对不对 可是它也是有我们有 我整共分了也是有三 它还是有够三四次 它有四次的做法 哦难怪我有一种和果汁的感觉 是因为你分了三四次 让这些花有高有低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呃有一个台南的听众朋友 刚刚有回应说台南现在是出大太阳 大太阳哦 台南现在出大太阳 我现在我把这个角度放低点给大家看 真的很像和果泽 你看它连这个侧面啊 都有可以看到这个花的这种 然后再给大家看正面 漂浮 所以等于是用好几次堆叠 才可以让这个花有高有低 像一个漂浮感的感受 好美哦 可是问您是彦庭 来吃美食要长知识 放下来给大家看 用了什么花呢 这些花各代表什么味道呢 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Cake 还是说你对这个Cake有味道上的主张呢 不会啊 什么花 它的我们现在用的 刚才我们第一次介绍的是十足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香锦菜 十足就是雁廷的齐家花 对 起家花 起家花 还有香锦菜嘛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天使蔷薇 是小花瓣 嗯 对不对 绿色呢 就是我们的薄荷 小花瓣 对 而且你这个做起来好有动感哦 好像一阵风吹过来 花瓣都掉下来的感觉 有点飘的感觉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的厉害啊 有人讲说这个类型的蛋糕很昂贵哦 没错自己做就不会 你只要买书 我本来燕婷 我以为燕婷要告诉大家对没错很贵 你们到我们的农场来买卖你很贵哦 有人一直一直拱我出来开这个店啊 烘焙 烘焙吗 嗯 你觉得可以吗 你看到没有 我看现在给大家看这个蛋派 有没有看到 然后再给大家看这个好美哦 没有哦 所以等于是 等一下等一下 换句话讲 是去你的农场参观 有可能吃到 可是你并没有卖 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我们有的东西是可以订啊 预定啊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花金丼呢 就是我们埔里的十大半熟里之一嘛 但是那个都没有办法说 去保存很久 大量不行 我们是接单才有做 那就OK可以 而且花金丼可以宅配吗 它会变成碎金丼吗 不会不会 我们有我们都是冷藏宅配 有人讲说你们家的蛋糕要排队一个月哦 真的还假的 从今以后就开始排队一个月 天啊 不是有人讲说可以宅配吗 可是我有点担心 这不会碎掉吗 那我们旁边是 花金丼不会变碎金丼吗 旁边有一个那个玻璃 玻璃籽 它抠起来 哦 把它保护起来 对保护起来 然后它是属于冷藏 冷藏宅配 像我们的蔬菜都是冷藏宅配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哦 天啊 原来原来 等一下 大家希望它开店吗 大家希望 还有就是听众朋友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又别上麦克风了 今天大家透过手机来看我们的直播 还是透过电脑来看直播 声音有没有稳定一点 有没有稳定一点 如果有稳定一点 给我们一点回馈 来 雁婷你讲话 嗨 大家好 有没有 有没有 它的声音有没有比较小声 应该两个声音都拉齐了 对不对 就是我跟雁婷的声音应该都差不多了 有人讲说 拍一个月也要拍 哇 哇 哇 太感谢了 声音有比较稳定 对不对 好 好棒哦 哇 我好喜欢这个麦克风哦 对啊 因为之前在开直播的时候 是我的声音大 对方的声音很小 我们有了这个麦克风之后就很OK了 可是这个麦克风有一个缺点 我要再去买一个转接头 否则用三轴稳定器是不能用的 对不对 所以 很棒 大家开心 好 这样子最好 对啊 声钉有稳定一点 你看一直有人讲希望开店哦 可是开店要开在哪里 开在埔里会有人去买吗 开在埔里啊 我们那边小地方 对啊 真的小地方 如果要开店你就要开在台中 等一下等一下哦 开店都可以 可是我没有人手啊 没有人手 哎 那种开店一直叫我 叫我做啊 我 晏廷说他其实 种花不累 采花累 很累 现在是叫他开店不累 他自己考很累 这是老实话 坦白话 这是老实话 很好笑 我是一个推广者 那如果说真的要我来做这个 真的就真的要有人手 我说的是坦白话 那我再做一个推广 要推广什么 推广美食 对啊 推广好的食材 你看你惨了 现在一直有人在问可以宅配吗 换句话讲大家想要买耶 对不对 东西太好看了 这两个都可以宅配对不对 对它是可以宅配的啊 我今天为什么说要用这样的东西 没有还有我觉得最大的关键是因为这些花都是雁廷自己种的啊 就比如说它就是原产地 你知道种蔬菜 种花 然后就直接做成这样子 大家吃起来有没有更安心 是不是 这个就跟外面的烘焙 就比如说烘焙店还要跟他们买花 还要跟他买菜 才可以做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大家才要拱你出来开店 那我会被师傅 大家才在问有没有宅配 有宅配吧 有开放订购吗 我会被师傅围攻 现在有开放订购吗 有吗 认识的啦 你要讲确定 认识的 直播就算认识了是不是 现在就认识我了对吧 对不对 他讲认识的哦 所以直播算哦 哈哈 就是熟门熟辱的啦 因为很显然大家熟门熟辱的都吃三次啦 哈哈哈哈 没错啊 这很好啊 对啊 因为不光是农场而已啊 不光只有食材而已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天气这么不好 他还是风雨无阻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有请生菜女王来自南投的林彦亭 跟大家推荐她的新书 生菜女王的花料理 我们节目只剩最后一段了哈 听众朋友呢 刚才在广告的时候 一直透过直播 问今天现场的两个食物 可以不可以透过宅配送到家 彦亭说可以啦 反正开了直播了 大家都把认识 对不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要怎么订呢 直接去找彦亭欧亚农场 想办法看可以不可以订 好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吃美食 要讲知识啦 因为今天其实出的是花料理的这本书 等一下断面还是不能切 因为我们刚才去智利文 没有进来拍照 没有拍照 对啊 好我们先等一下 我们还来先讲一些花卉的知识与常识啦 因为其实刚刚有在讲到 一直有听到朋友说 有买彦亭老师的书 麦克风扭下来啊 好 重新别好 好 我们来讲一些知识与常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有难度吗 在做料理的时候 你有的东西好美哦 这个就是蝶豆花的三色珍珠丸啊 好被你发现了 刚刚听到朋友就在问蝶豆花有没有毒 有没有看到珍珠丸子可以变成这种颜色耶 这怎么做呢 燕婷 来 这个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定义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就在讲了 你怎么去规范食用花有没有毒 嗯 对不对 那现在因为说太多有人这么说 我这个我们要再更正一下 盯正一下 这本书出版是在4月17号出版 嗯 那是不是我已经做那么久的时间哦 你做19年了呢 所以我知道花就是在剂量上有问题嘛 所以我们并没有去把它做很大的一个渲染 对 不要去渲染它的疗效 对 我们只要讲究说我可以吃得很快乐 嗯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香气 对 对 心情感受 这是我们的重点 是这本书的精华 嗯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我用蝶豆花只有用在一道料理上面 其他都没有 嗯 我看重它的重点是在它的颜色 嗯 就是它原本它就是做染料用 对 所以它在染料这个地方哦 染色它的功效功能很大 啊哈 这个其实用它的功能就好 这个其实也是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讨论用智子花来做荤贵 对 那就有人在讨论说 智子花是不是也有毒 那因为它其实着重的就是智子花 染它黄色的功效 对 不是大量 不是 不是大量取用跟实用啊 这个观念要有了 嗯 对不对 好 再纠正一次了 再纠正一次哦 可是大家看你要用这个蝶豆花做这个珍珠丸子 珍珠丸子都变身了 珍珠丸子不是你印象中那种白白灰灰的 不是哦 而且这个蝶豆花做成珍珠丸子 为什么也有蓝色浅蓝色的这个样子 深蓝浅蓝的渐层呢 这个渐层哦 好漂亮哦 上面是原本有用一个那个纸米嘛 嗯 如果说我们把纸米拿掉 嗯 就是它本来让它怎么变色 这也是一种化学的一个变化 嗯 原本蝶豆花泡出来的颜色会属于比较浅蓝色 嗯 它是浅蓝色 那你可以加一点点的柠檬汁 柠檬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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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醋 白醋 白醋 那这样子泡出来的那个颜色会加深 嗯 它会变成紫色 紫蓝色 所以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漸层色 漸层色 我这个书怎么翻哦 都好漂亮哦 听众朋友 我又翻到一页叫做三色地瓜球了 哈哈哈哈 有没有看到我以为这是冰淇淋啊 结果不是 这个地瓜球这么美 而且你这个地瓜球用的这个花卉 嗯 是什么花卉 让燕婷老师自己讲 好 我们紫色的地瓜球 它用的是薰衣草 薰衣草耶 你会觉得紫色跟薰衣草 就会觉得很大 对呀 这么漂亮 也是有比较浅色黄色的地瓜 嗯 它我用的是薰衣 嗯 那另外一个比较深黄色的 我用的是芳香万寿菊 嗯 就有三种味道 可是老师 当我把它做成三色地瓜球之后 还有花香吗 会啊 还是有对不对 我们原本地瓜就比较淡啊 嗯 它的味道比较淡啊 没有错 啊你加了花进去之后 就会变成说 那个花的味道就比较凸显出来啦 好 然后呢 还有呢 给大家看一下 越南花春卷 大家都有吃过越南春卷 对不对 你有看过这么美的春卷吗 有吗 我都没有想到说 透过这个越南春卷皮的这个半透明 可以彰显出来 你知道 可以彰显出来这个花的美丽 天啊 这个要吃之前要先欣赏耶 欣赏完了之后这个皮就干掉了 你知道吗 因为欣赏太久太久了 好了 艳婷来 给大家切这个蛋派 因为呢 刚刚我们家气质立文已经进来拍照了哈 要给大家看它的断面秀 等很久了哈 听众朋友等断面秀等很久了 我也等了很久 因为这个呢 是它今天早上才在家里烤 烤完之后拿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香喷喷哦 香喷喷的味道哦 要给大家切 里面最主要的食材呢 所用的就是 这一颗漂亮的摩马花椰 还有这一重 这一重金针花 好 来哟 这个其实有人说吃过三次了 你真的太幸福了 而且它应该是直接杀去你们家 燕亭欧亚农场才吃得到 它现在正在刮下面的派底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香味已经冲上来了 所以做这个不难对不对 不难啊 不难 这也是我们做烘焙都有一种疗愈的效果 我们不要急 一急就会出错 嗯 不要急慢慢的来 慢慢的把派皮做好 派皮要做得好 要做酥脆也是有一定的功夫 哦 所以这个书里面都有教对不对 有 都有教哦 断面秀来了 小心 小心我旁边的那个可爱的新型蛋糕 哦 你们好会做哦 到底使用花卉应该要怎么样发挥它的功能 而不是强调疗效 因为有很多人会因为疗效的关系而大量使用 其实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 对 对啊 你这样子切下去 我已经闻到钻石花椰的味道了 钻石花椰有一个甜甜的感觉 有没有有没有 你用的量真的很大耶 燕亭 这个 你要放在盘子里给我拿吗 我这边好 有 我发现钻石花椰烤完之后香气好浓哦 很浓 刚刚其实已经教大家钻石花椰要怎么吃了哈 不要切太小猪 水煮四分钟 水里面要放足量的盐 然后还有油 这样子就可以很好吃 有没有看到 听众朋友 虽然你们听的是广播都叫你们来看哈 因为实在很难形容 而且老实讲 这个钻石花椰烤过之后 它的颜色也不会像青花菜那么黑 对不对 对 你看 它还保有它原本的淡绿色 嗯 脆脆的 欸你量用很大耶 那说自己账的啦 自己账的 不用账哦 啊 自己账的 这样账哦 这个真的很妙 这个量真的好大 因为你如果说哈 我们量如果不足 那都全部都吃到淡汁的话 那那就直接就说吃蛋塔就好啦 吃蛋塔 蛋派就好了 吃蛋塔吃蛋派 对我们是要去吃它 你看我们的那个派皮都弄得很薄 我赶快在进广告的时候赶快吃一口 要告诉听众朋友 口感 那是不是吃多一点的花椰菜 喂呼呼 喂呼呼 欸直接倒 而且好甜哦 很Q的嘛 等一下 钻石花椰会比较甜吗 会啊 会比一般的花椰菜甜吗 会啊 当然会啊 因为它质地比较厚实嘛 很甜耶 这个如果没有放培根的话 我老师吃也可以啦 可以可以 这个做成素食很正点啦 它就是淡奶素啊 而且你的派底很香耶 没错啊 你的派底的配方有公布在书里面吗 有有有有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 好 有没有 对啊 有人说看起来好像九层塔烘蛋 味道其实不太一样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花椰菜放这么多 吃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菜 它其实不是蛋 它是菜 不是蛋 不是蛋 你看 我这样咬它自己这一口 有没有 全部都是花椰 嗯 奇怪它很甜耶 它就是甜 嗯 它花的那个蔬菜的甜味 蔬菜甜味 而且很香 对 我们的派皮 一定有它的做法 你看它教大家从派皮开始做急 有没有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慢慢来学 而且 而且刚刚燕婷有讲不要急 做派不要急 对不对 对 好了 你要讲完 燕婷还没有讲完 好 好香啊 这个派皮它除了说 我们现在这本书里面的 所有的派不管是咸的或甜的 我只有用一种叫做甜派皮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咸派喔 对 但是你看 你有没有觉得说它的咸跟甜 很合 搭起来是很合的 我觉得这个是无敌派皮 无敌派皮 你看这个 金针花我知道了 金针花好脆喔 对 那是不是你这 金针花口感很好 这个这块派里面的口感就很多 多元化 很多样 而且你看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钻石花也放那么大块进去 不要切得太小 太小的话 就整个会会软掉 你就吃不到那个口感 我一再强调 嘿 啊这样还是好东西的话呢 就是多放一点 而且我看你的金针花也没有剁碎喔 没有没有 它金针花也是采取这种 你知道就是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的感觉 那个都是 三公分 五公分 就直接我这是泡水 然后就下去炒了 嗯 我没有说一定要去强调说 它一定要多细致 超级好吃 你弄得太细致 嗯 吃不口感吗 无敌派皮要绝尘 谢谢燕婷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你看我嘴巴里有东西还要一直讲话 我们下次他会再教大家做各式各样的抹酱 还有盐跟糖的运用 大家要锁定超级美食家 你先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该我说再见咯 拜拜 我今天吃得好高兴喔 请看 耶 拜拜 好好玩喔 拜拜 拜拜 拜拜